尼海夏老师对中医的普及与推广做出很大贡献 下面是您师总结的100条整治经验 纯干货 1.尿频原因 1.肺气无法下降 小便还可控制 只是肠有尿液 2.小肠温度不够 尿频无法控制 2.肺藏破 破不藏则会白天见鬼 幻听幻视 出现幻觉如见鬼状 可不非经验使破手 3.眼睛干 肝脏筋液不足 喉咙干 肾脏筋液不足 口唇干 皮内筋液不足 舌头干 视心内筋液不足 虚字阴 以上是典型的阴虚 4.流口水或睡觉流口水 皮脏有水湿 需要去皮脏水湿 用芙苓白竹 5.皮肤养无定处 室有湿热 6.眼疹 肾区瞳孔大且收缩慢 见光反应不敏感 肾阳不足 7.呼吸困难 吸入困难是肾有问题 呼气吐气有困难 是非有问题 8.舌疹 两边有齿痕 舌尖有棕黄色点 代表有淤血 中央有勾撞下线 心脏不好 9.小便颜色像克勒 可能有肝病癌 胰脏癌 10.口渴且不饿 说明胃中有失误 11.天冷就咳嗽 天冷咳嗽减轻 但便喘 这是肺中有瘾 水瘾 小青龙汤症 12.咳嗽 吃冰就咳 温度低就严重 肺中有弹瘾 水气上腻 小青龙汤症 13.月经炎厚 理寒 信仰不足 月经提前 理热 14.肌肤甲措 小腿处皮肤粗糙 接下皮有腺 内有淤血 用大黄之虫丸 15.女子月经来时 是右脉大于左脉 气大于血 怀孕时 左脉大于右脉 血大于气 16.病人心脏功能弱 不易出汗或无汗 汗多则是表扬不顾应 17.大肠癌 大肠有素变 只要能清出就可治愈 小便便白 才可停药 一般用大成气 虚清十几天才可见效 肛门杖满感消失极好 18.外痣 大便后擦肛门时会有血 先便后血 是外痣 内痣是先血后便 19.大成气汤症之发狂 速便堵在大肠 病人会其一而走 登高而割 桃喝成气汤症之发狂 淤血堵在膨胀 病人有攻击性 20.草莓蛇是心脏萎缩的外症 21.因一搜医并且一腹泻为贵腹地黄丸症 6位地黄丸 适应症大部分是足后跟痛 有痔疮 便秘者不可用贵腹地黄丸 22.解释听力差 视力模糊 正常人肺筋要生肾水 肾水进入肚脉至脑 若小肠火不足 则影响大肠 筋 水 直气化 故肺筋无法生肾水 则无水充脑 因此他耳朵痛或听力差 若小肠火不足 则膨胱气化之力不足 无气化之水去生肝木 而肝木开窍于眼 故视力模糊 23.发表前一定要问口可否 如果有口可就可以解表 发汗 24.解表药要用大火煮 时间短一些15到20分钟即可 不能久煮 药效会下降 25.耳后骨 膝盖骨 头盖骨为骨之末 当用洋药 轻身体制毒素食 这些晦气就会往这三个地方排的现象 再从这个地方排出体外 26.月经第一天来头痛 一般属于血虚 开个补血的药 会慢慢减轻 27.生理期会反胃 是胃寒 因生理期前需要肠胃加倍工作 吸收营养 转化成奶水 所以肠胃加倍工作 会有反胃 28.支架开裂 有树棱 肝木齐花在爪 开点清肝的药就会好 一般来说有毒素积累在肝 支架一开裂 29.口臭 唇肝 不一定是胃热 有时候胃寒也会口臭 30.左肋的刺痛 一般是胃酸造成的 31.双耳耳鸣 一定是肾虚 单耳耳鸣 有可能是性鼻涕造成的 32.尿瓶 因为下胶寒 故膀胱气化不足 水中压迫 故尿瓶 因气化不足 会造成肝缺乏足够水分 来输血毒素 则易造成胆质粘稠 产生胆结石 33.肺向汽车的水箱 正常人心脏产生的热 是由肺气将热向下推动 若肺里面经验不足 则热会回腻 所以会觉得深热 一刻欲饮冷 炎而心热无法下达 所以觉得脚冷 上热下寒 34.肺加寒 舌苔烧白后 舌苔里面半段苍白 很厚 35.咳嗽时 喉中有水即生 羞羞生 有寒饮 舌干麻黄糖症 36.咳嗽有水气 喉头会痒 遇冷即可 灵肝五味将心拌下汤 37.冬天咳嗽气喘 流清白鼻涕 寒喘 小青龙汤 38.沉起刷牙恶性 胃中湿太成造成 湿胜则肝胆不调 故多偶 39.肝病 补用酸 助用焦苦 易用肝胃之药 肝需用此法 肝食则不任用之 40.容易流眼泪 肝麦大早汤 41.睡觉打憨 打呼噜 是鼻子声音来自肺之谈音所致 要低谈 用节梗干草汤及拌下生姜去低谈植偶食 病人还会想吐 表示病在上 有两种解释表示 其一病在上 才吐发 其二治疗病时 如果病在上 病人也会想吐 42.肌肉润动 表示皮下肌肉有水 薪水无法取代旧水 此人身内含水过多 躺在床上会突然冒汗 是因为气化的水被含水堵住 无法为人受用 反逆而出汗 43.大便 呈颗粒状 为麻子人完病 乃小肠筋液不足 44.若发寻麻疹 红疹 疯疹 不易的肝癌 因为平常在排毒 肝氏血脏 肝藏血 肝肌不能代谢毒物 血不能入肝而逆转出来 而形成疹 同时会有三到五点会醒 45.针五汤 泡肤子用量 病人下粒 泡肤子八前 病人变糖 泡肤子五前 病人变稍软 泡肤子三前 46.易受风过敏 或晒太阳易中暑 或扎针后 一起红点不退 此乃表须之故 可用贵之汤加黄旗 47.二点半醒来 与1点钟醒来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若1点钟准时醒来 是肝癌 2点多醒来则不是 可能是肝育 囊肿等 或者是肝癌治疗好转 48.舌头不能太大 舌头太大 是血须 49.前列腺癌会有手掌干裂 双足冷 因为下胶有时 心火进入不了下胶 到了下胶就反逆到上肢的手掌 手掌皮肤变很干燥 50.让肌肤的手掌 无辟是因为大便堵在大肠 大成气汤症 51.肾癌不足 医补肺筋械肝木 小便尿不尽 52.女人脚肿不会要命 若是男人脚肿命在旦夕 男子脚肿若不治疗 最长期限为两星期左右 极有生命危险 就是治疗也比较麻烦 53.严枕 肾反应微弱 肾阳不足 肝区多白点 毒素堆积 皮区肝黄 皮痒不足 54.眼疹 左眼肺区黄快 中有黑点 适肿瘤 55.胃口大 同时胃寒 固食膏 与肝浆同用 56.血尿会痛 比不痛好 血尿会痛 有可能是结石 血尿不痛 很多是癌症 57.治疗通筋 在经期效果最好 58.舌胎黄肝 中空 是黄莲恶焦汤的标准摄像 治心身不骄失眠 59.激光治疗近视 五年后会出现眼肝现象 60.五十肩 几手抬不起来 多数在阳明经 守阳明大肠经 采用土生经法 下针驱驰 足三里 中主学 61.脚后跟痛 肾虚 六位帝黄丸症 62.脂肪瘤 用暴刺法 在脂肪瘤 东南西北 共八个方向的 并肩交界处 向脂肪瘤中心写刺 63.眉间有青筋 表示肠胃不好 理虚寒 上眼皮主肾 若有青筋 表示先天不足 六位帝黄丸 补先天不足 下眼皮 助脾胃 色黑 表示后天失调 小剑中汤 补理虚 补后天 64.很多小孩眼皮内 长了黄豆大小的小结块 吃热银器 65.口可用无珠鱼植藕 口不可用拌下植藕 66.吃东西没味道 是胰脏有问题 不想吃东西是脾脏的问题 67.无论假装腺功能低下或抗净 都要多吃海带 68.舌形扁为血须 舌形胖为气须 虚症抑制须比10号 69.严枕 肝皮交界处有生纹 肝很酸 木科倒土 此人常吃甜 饭酸固 70.手麻脚不麻 上胶羊不足 心气不足 71.病人晚上睡不深 白天站着都能睡着 但愈眉 少阴症 麻黄父子细心汤症 72.病人移区凌晨三点开始疼 此时间为肝肺交界时间 一定有什么问题堵在三点处 所以要考虑治肝 雇用疏肝药 柴虎郁精龙胆草 73.大多高血压串者 是肾脏受损造成 此患者眼疹肾躯上渴 但看到肝躯受损 雇治疗手要清肝 柴虎黄芹 郁精龙胆草 川胸嵌草入肝活血 74.舌疹 舌持续肥大 心阴虚 血虚 舌有时会肥大 心阳虚 75.生腹子是去理寒的 非壮阳用 若无理寒 就不要用生腹子 76.中风 见侧不一定要针透 换侧一定要针透 有氧影音 嘴外要的仓透夹车 嘴向右摘外 右侧为见侧 左侧为有病一侧 77.手抖动 一定要加外观学 脚无力要真成山学 生针 吃饭容易呛到 吞咽困难 针雅门 雅门要对着鼻头方向下针 泄西上一寸齐学 专制足落下脱形无力 78.受梦化 就是有点阳不入阴的反应 阳不入阴分两种 有阴时的话 夜里中间会醒 没有阴时的话 就是说梦化 79.圣节时容易排出 通常下针夹药一周之内就会排出 胆节时要慢慢清 因此移用完药 要缓立砖 肾节时移用汤剂 抵挡之力较迅速 80.每天喝一点米醋 最能清淡 81.皮肤表面的湿疹 痒用麻黄加树汤 如果表面皮肤湿油 不痒就用麻线一人汤 因为一人能去表湿 此方去肌肉中的湿 油根长在肌肉 扁平油 尖锐湿油 均可用此方 82.人的头皮屑非常多 脂液性皮炎 手脚皮厚 皆是麻性一干汤症 皮肤干燥 皆有风湿关节痛时 就用麻性一干汤 麻性一干汤 可以用在变天就不舒服的病人 天要下雨了 空气中湿度一增加就难受 这是体表湿增加 患者不舒服 83.不咳但嘴唇干裂 皮音不足 可以用淮山药补皮音 84.嘴唇干裂 中胶湿盛 今夜无法上打口唇 85.中湿盛 故想吐 皮开窍于唇四白 皮湿 中湿盛之人 口唇会干 因为今夜上不来 86.睡眠好 说明心脏没问题 87.全歇可治疗带状泡疹 三叉神经疼 88.此方法来自李茂发 治疗带状泡疹方法一 外敷新鲜麻痴线 一周遇 方法二 外敷新鲜蒲公英 内敷干蒲公英茶 一天16克 一周遇 方法三 芝麻油炸杏仁 捣烂外敷一周遇 方法四 带状泡疹后遗症神经痛 内敷蒲公英茶同前 针刺后悉痛劳功 10分钟起针 力感见影 89.止疼药会导致便秘 肝癌 90.供乳方硬块的最佳时机 是月经来超时 趁奶水下达子宫 把陈旧的奶水一并排出去 91.治疗乳方硬块思路 无月经时 补羊排水 月经来时排进奶水 92.流口水 白经出 应用生腹子 甘将去理寒 不宜出汗 甘将开肺 去肺中寒 屈身走路挺不止 阳虚 本案例是治疗17岁 弱智儿 电弦状 原因是新生儿 羊水没排干净 93.前额头痛 一般是胃肠问题引起的 它没有便秘 可是有恶性 此乃中焦油水影之故 用半下熟米汤 皇帝内经中的方子 94.舌根有地屠舌 心已伤 95.心血不足的失眠 用黄莲鳄浇汤 受惊吓引起的 行计之后容易被吓着 也可以用黄莲鳄浇汤 96.若有背痛或下肢痛 则灌脉与尺脉之间会宏大 97.呼吸不顺 早上起床时觉得胸口很多东西 磕不出来 躺下时晕眩 无法向右躺 只能向左躺 干脆半下汤症 柱本方干脆与肝草药性相反 用之一肾 用蜂蜜 白勺约树枝 方可无虑 学识为优者不可轻视 98.致肺先治肝 使病不传 疏肝活血化瘀 99.肺筋寒 致肺先食肝木 剑皮土 100.病人大肠头破裂 在腹腔内形成 暴膜15年 当时阳食若不赶快治好 会产生阴虚 再不治疗 会变成阳虚 再不治 变成阴食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建三连